这个碰到调查局要小心啊 对我们要小心啊 昨天都报了 我看自由后来也报了 报说那个南部调查局啊 来跟大家念一下 这个最早是UDN新闻网 联合新闻网报的独家消息 标题叫做 调查局干部扯 向中共投降 聚餐十多人被约谈 立委赵天林接获检举 指调查局南部机动工作站 内部聚餐 某名调查官闲聊询问 要是中共哪天真的打过来 怎么办 在场一名干部回 那就投降啊 赵天林为此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议直询 调查局督察处上周大动作南下 约谈当天与会者 但据了解 没人承认或佐证有这番对话 现成罗生门 那么赵天林说 他受访之后证实说 真的有这件事 赵天林真的有直询这件事 那表示赵天林也真的有收到这个 讯息 讯息 所以呢 不要说我们假新闻哦 这个是赵天林说的 好 那么赵天林说呢 他对国安局直询的时候呢 也确实有提及此事 但是因为这个会议是没有公开的 所以呢 不太方便再继续谈论更多案情的细节 那么他说 虽然啦 这个是言论自由 但是他认为呢 主管国家情报的单位啊 被赋予的忠诚度 应该要跟军人一样 他认为调查局应该要和军人一样 你为什么居然要指责他 这个被赋予国家忠诚度 因为等一下我要问你 然后呢 讲话虽然是言论自由 但他认为有一些人哦 他认为这一些人扮演的角色呢 就应该有些言论是不可以 是不应该的 但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都没有人愿意证实了 那也有这个听过此事的基层调查官啊 不解 他认为说 这不就只是一句玩笑话吗 那他认为说 虽然听说是从调查人员口中讲出来 好像不太妥事 但也不过是同事之间吃饭闲聊 竟然被检举 质疑根本有心人想把事情搞大 就是有内鬼咯 内部在派系斗争吗 那么另外一名调查官怀疑啊 可能是该干部骂下属被记恨 才遭检举 所以讲的人是长官咯 不是那意思就是你们他们都知道是谁讲的啦 那不是说不知道谁讲的 然后也没人作证吗 因为新闻说 此事在南部地区调查单位之间盛传 不过版本众说纷纭 那这样听起来 如果啦 如果这个新闻报道属实 我们下个前提 如果啊 新闻报道属实 那表示检举的人是记恨的下属 那他检举的对象是他的长官 那所以是官 对 然后据了解 事发在一个月前 然后说那天呢 在南部的这个调查局啊 干部及调查官等呢 大概数十人 某天中午呢 疑似在餐厅享用自办伙食 嗯 我们也吃过调查局 国安站的所谓自办伙食 很难吃啦 我爸还跟他抗议说 这个便当那么难吃 我怎么吃啊 然后他们一直拜托 我爸说你一定要吃 你不吃的话 我们就不好 不好做人啊 然后其中一个调查官 问我爸说又咄咄逼人 然后说我爸很没诚意 就我爸就骂他说 那个呃你你你样子啊 骇人啊 为了要罗知罪证骇人啊 你们呢这个以后啊 哎呀我们这种是这个信神的啊 你们这样乱讲话 以后我生小孩啊 会没屁眼啊 这个生儿子缩阳啊 生女儿怎样啊 然后那个女调查官听了 这个脸色一清一白的 就赶快去买咖啡请我爸 那我爸跟我讲了 对所以他现在说 这一群调查官们 他们在自办伙食 然后电视刚好播报 有关两岸的消息 所以一名调查官随口询问 要是中共真的打过来 怎么办啊 要怎么啊 今天我真的来要怎么啊 然后同桌的干部呢 以台语 真的讲台语 同桌的干部以台语 台语回应说 就投降啊 那就投降啊 结果这个对话 辗转传到赵天龄那里 所以他才直询 结果呢 调查局就到高雄小港区的南极站 约谈数十人 新闻有讲地点 然后制作访谈笔录 不过呢 已讲出投降的干部不承认 他有讲过这个话 其他在场人员也都说 没有出现过这句话 然后经过访谈之后呢 感觉成为了乌龙吗 还是罗生门呢 只好研议到底该如何完成这个调查 可是我有问题 就算假设他真的讲了 说那就投降啊 犯了哪一条罪 他刚刚有讲啊 他说这个要比照军人 比照军人 对所以我刚刚要问你 就是说你对 这个 是不是言论自由吗 你对军人比较了解吗 也不能这样讲 你对国防的一些议题比较兴趣了 这样讲比较可以吗 比较有兴趣 这样可以吗 国防议题有兴趣没有罪吧 没有罪吧 不知道 好可怕哦 比我们有兴趣嘛 对不对 因为我有兴趣的是金平梅嘛 你有兴趣的是国防议题嘛 那可能也是一种国防 因为国安问题 所以你的国防知识比我们好一点吗 这样讲没错了 现在好可怕 我怎么懂了 因为你当过兵嘛 我们都没有当过兵 所以你比较懂嘛 这样讲 对啦 这样这样 对啦 比较有事实依据 不然越讲越讲 连小编都紧张起来了 你当了两年兵嘛 这个是事实 对啊 你当过兵嘛 我们都没有经验啊 对 我就觉得这本来 他试一下鬼扯淡的话题而已嘛 谁会认真 对不对 但是他讲到说 调查局应该被赋予和军人 一样的忠诚义务 那请问一下 全台湾公务员 谁没有忠诚义务 蔡英文 他都可以那个 蔡英文啊 你们要忠诚于蔡英文 蔡英文忠诚于谁 对啊 中华民国宪法 所以我就觉得 孙中山啊 他早就委一宪法多少次 对啊 因为其实我 我是有点怀疑 这有没有内部斗争的问题啦 应该有啦 因为如果 他里面新闻也是这么讲嘛 也许有人 下面心怀不满 或什么这样 或是我趁这个机会 搞掉你这个长官 你这个长官骂我 我就搞你 对对对 也有可能骂 好中统军统的老传统 哎呦 本来就是中统 对对 跟大家解释一下 调查局本来就源自于中统 对 那另外一个 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军情局 有没有 最近不是几次台提案 都在讲到军情局 对对 军情局就是属于军统 对 他们延续下来 不过后来 调查局也 那个也被军统收编了啦 中统都被干掉了 但是留了一个 叫做调查局 国安站啊 那个我们接触过的 那个调查局里头 唯一最奇怪的黑机关 因为像调查局 主要是负责 收集一些舆情 跟抓毒品 对 还有抓金融犯罪 对对对 探污案 但是留了一个 叫做国安站 沿用原本 那个警总的用地 专门抓匪谍 对 供谍 但因为我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这几天 有一个新闻 大家可能没看到 就是说这几天啊 这个台湾这边 好像进了一批 这个童书 儿童的书 结果呢 台南有一个市议员 直军 说这书有问题 为什么 他说里面在讲 大陆的防疫 上面写 中国加油 武汉加油 不能加油啊 然后称赞 大陆防疫的成果 因为这书 好像是大陆的书 还是什么这样 就痛批说 怎么可以毒害 我们的青年 他是政府进的吗 他可能有一些小学 透过什么管道 进了一批书 他可能就是说 在小学 或者是让小朋友读书作为幼儿读物 对 那可能一次成套采购 那可能公务部门采购的啦 对对对对 所以议员就说 我们怎么可以买这种书来给我们的幼苗读物 对 那我照这个逻辑 只要MIC的你通通都不能用 不是那 我说重点在于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 大陆制的都不可以用 对啊 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很多次 就是一旦有 稍微这个比较偏大陆这边的东西出来 绿的议员就会跳出来 你看这次也是一样啊 其实我说真的 这个东西就是言论自由 你能拿它怎么样 那OK 为什么绿的委员就要跳出来呢 他就在这上面先警告你 因为也许在法律上他治不了你的罪 对对对 可是先造出一个恐怖效果 就全台湾 我跟你讲 不要调查员啦 所有什么警察啦 公务员啦 干嘛的都警察 以后我们吃饭 如果有人问你一句话说 哎 对 阿公来了怎么办 跟他拼啊 拿哨把跟他站一边出来 喊的特别大声 效忠领袖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逻辑也不通 你现在好 你用你的这种很恐怖的方式 让大家不敢讲出自己的真心话 那就好 真的如果有一天两岸三的兵凶站位 然后本来大家说 效忠领袖 拿哨把跟他拼啊 那就 领袖在哪里啊 人嘞 没有 重点是你旁边跟你讲的人都没有啦 都跑啦 那些人也不见啦 对人也不见 人勒 刚不是说要效忠领袖吗 要跟他拼了吗 人勒 那你觉得赵天龄会care吗 如果是蓝的委员就应该问啊 那赵天龄请问阿公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在哪里 我跟他拼到最后一刻啊 OKOK 来大家签生死状 是 对啊 那我跟你讲照这个逻辑 蔡英文都要签生死状 台独名单就上表 台独站犯名单就上去 这个东西其实国民党可以做的事后啊 一个一个生死状 来一个委员一个签 时代力量签不签 民营党哪一个委员签不签 你可以玩的 对啊 国民党一堆人自己在那边要签不签 你忘了国民党不是也通过一堆 奇怪怪的台独决议吗 对啊 不是啊 那那个谁 我们的前辈 跟那个 钟佩军 他也跟你讲 我要跟他站到一边 拿菜刀跟他拼了 你都可以讲了签个名 sign有什么不疑 所以我就觉得说 刘初慧也讲过说要 小心也是啊 他要在内湖南港跟他拼 对啊 你们就sign就好了 刘初慧说 高嘉宇你先去 哈哈哈 高嘉宇说 我在整理房间没有空 以上是以上都是我们设计对白 不是真人所讲的 对对对对对 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对对 这个这个都只是 什么不代表本台立场 那再给我哦 哎哎哎哎哎 现在这个你你你不要这样子勒 人人人自为 真的 哇哩哩哩 马上切割 但是反正我就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秀 为什么没有在野党去玩这个秀呢 其实应该要 就拿着苏贞昌你说 就像我们野里21清开记者会 我们就曾经开记者会 直接公开问 嗯 蔡英文到底你演练那么多次 黑鹰逃亡计划 嗯 你的剧本是怎样 嗯 到什么情况下 你会启动所谓的逃亡计划 嗯 是站海上的时候 站滩头的时候 还是发警报的时候 哎还是更早啊 站空中的时候 对啊 还是怎么样 你要讲啊 那你叫大家说 效忠领袖说不可以投降 那问题是你不能够说 小兵不敢上战场叫投降 啊领袖 转进 转进 领袖逃亡叫转进就对了 嗯 我签到夏威夷 哈哈哈哈 我军一策千里 匪军追赶不及 对 你不能这样啊 你说哦 中央政府签到夏威夷 然后你那个不叫逃亡 在我们这些就变逃亡 在夏威夷的首府叫什么 韩香山 复刑逝世 对 那你们没有这个 宁为玉碎的 你们没有这个 总员自杀的通通都叫做投降 所以他黑一直生气 飞不到台 飞不到台乡山吧 有接计嘛 先飞到宇纳国岛再走 你确定他飞得出去 他们现在剧本是 很多人在猜说是这样子嘛 那他一直没有公布 我们必须说 蔡英文至今没有回答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不知道 说不定人家的计划 是要跟台湾共存亡啊 有可能 所以我就觉得说奇怪了 国民党委员 现在应该问苏贞上 那个苏院长 您现在是台独头号战犯了 那我看你也退无可退了 那战滩头 战街道 战海上 你预计站在哪一边站啊 站到哪个阶段啊 你会在哪里啊 你会在哪里嘛 你会在滩头吗 你会在街道吗 你会在山上吗 是啊 因为现在军中本来 战滩头是真的有规划的哦 他们有编制所谓46万大军 里面二十几万现役部队 加另外二十几万所谓后备军人 那到时候后备军人呢 还有现在在当四个阅兵的呢 是被列为所谓战损的名单啊 就是要先推去滩头的嘛 谁负责哪一段 谁负责哪一段 都是有规划的啊 人漏沙包的那一阶段 对啊 那苏贞昌要 是不是要清都三军 对啊 他应该讲啊 说我在关底 拿着扫把 站到一兵一族啊 他听你说 我们都要到指挥所去督政了 我们都要在大后方 这个这个 恒三指挥所 我们都在大后方要保存实力 以待反攻啦 所以呢 要保存实力呢 到夏威夷啊 到美国啊 以待反攻啊 我们转进这个美国 以待后举 因为否则我觉得 你这样恐吓这些 基层公务员或什么 没有意义嘛 你恐吓人家 然后你自己都不承诺 不是很奇怪吗 结果再来党 也没有人去逼 没有 其实如果我是民进党 我也可以做一个秀啊 我苏贞昌 我就站出来承诺大家 我一定跟他站到最后一刻 就算真的打起来 我跑掉了 你奈我何 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秀啊 讲都不讲 对啊 然后人民就会很开心 还有啊 看一闻到现在也是 从来不承诺 到底他是怎么个逃完吧 如果我不会逃亡 都不讲 从来不讲 还有啊 你再来党也可以问啊 哦 你们都说要站街道站三首 为什么你们的这个委员呢 或者绿营的人呢 到这政论节目说 登陆我就投降了 你们是不是唱双簧啊 哦 你们的大佬都这么讲啊 你们奉为在过去 都是台独黑名单的大佬 为什么他们反而讲说 如果登陆了那就投降呢 对啊 你们的委员为什么这么讲呢 对啊 那意思是说 哦 做过委员的 做过大佬的就 可以投降啊 有投降的权力 可以让招楼 有跑路的权力 就是政治人物可以 然后蔡英文有 有转进的权力 对 因为他一直在演练嘛 我们不是随便乱讲嘛 他一直演练啊 对啊 那世青小民就是 只有当人肉沙包的份 不然你就是 战损名单 不然你就是投降啊 对啊 就你要嘛 就用道德层面来压你 要嘛就是用法律层面来压你 对啊 现在要争状丁嘛 所以昨天看到 那个台湾军方最新呢 要改变艺男体位的这个标准了 嗯 现在矮兵也要当兵 154 胖兵也要当兵 154到157都要当兵 对 就是以前说要154公分都不到的 不用当兵 现在都要当 对啊 然后呢 现在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体重标准啊 过去讲说你身高如果176的 你大概100公斤就不用当了 嗯 现在要110公斤以上 嗯 才可以免疫 他现在讲说你的 之前是讲说你的视力 如果散光太高的话呢 你可能就不用当兵 那现在是说你矫正以后 不到达那个标准的话 还是要当兵 对 拉夫啊 就抓壮丁啊 活生生在大家面前上眼 只是没拿绳子就在街上捆了而已啊 嗯 是不是呢 但是调查员们有这样的议论 表示这个事情 其实很多人心里还是有数 对不对 但这个逻辑不同啊 因为你记不记得 之前我们台湾弄过一个女生 她在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记者问她说 如果有一天解放军登陆了 那你怎么办 那女生马上讲 我就跟她高喊祖国统一万岁啊 我支持祖国统一啊 就先网路民调 对啊 那为什么那个女生可以讲 街头访查 因为她不是调查局的 代表台湾人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都懂得怎么讲话了 对啊 大家都知道要 存乎一息 对对对 一切存乎一息嘛 实也事也啊 对对对 刚刚有一位来呛的说 这个对岸那么好 舔共仔怎么还在台湾 因为你们的蔡英文 把我们限制出境啊 对啊 我要赶快去对岸 你不让我去啊 对不对 是啊 你不让我去啊 你们很爱我们啊 你们希望把我们留在台湾啊 对啊 我们我们就留在台湾没关系啊 到时候看谁走啊 对啊 是所以这个调查员到底算不算军人 嗯其实当然不算啊 当然不算啊 当然不是军人 当然不是军人 他不是军人 他其实是司法警察嘛 对啊 对 嗯那其实像之前东沙 一度传出啊 大陆会不会取东沙的时候 嗯 也有在谈就说 东沙自从撤军了 嗯 严格来讲 目前台湾在东沙 没有现役军人 嗯嗯 嗯 在东沙 最近好像派去的 最近好像派去的 之前没有 之前没有 原本是没有的 那么已经 已经等于说十几年没有 那在东沙岛上的呢 都是海巡 对 海巡也是司法警察 嗯 内政部的编制 所以呢 当时有人讲 其实这一些警察 嗯 海巡啊 他们没有义务 法律上没有义务 嗯 要做军人该做的事 嗯 对 所以那个时候有讲过几个版本啊 说那个时候 那个台湾军方有研究过啊 说东沙根本守不住啊 啊 所以研究了几个啊 一个是跟导共存亡啊 一个是祈祷而走啊 嗯 然后也有人讲说 那来不及走就投降啊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嗯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 日本的福岛河灾 嗯 那时候不是发生 他那个很 如心要融毁的问题吗 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日本派什么 派自卫队开直升机 去洒水要降温 嗯 结果当时就传出来说 有自卫队员抗命 说我不去 嗯 理由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不是军人 我是公务员 哎 有点道理 自卫队不是军队 对啊 所以他说我又不是军人 我是公务员 这种有为我生命的 当然是不去啊 那所以他们拿这个标准 去要求调查局 不能讲这种话 其实也没有道理啊 因为他不是军人啊 我根本就怀疑 就是要恐吓所有的公务员嘛 就是以后你们听到 这些话就要讲 我会拿着哨把 站到一兵一卒 这样就是标准答案 嗯 可是这逻辑 这也很怪 那不管嘛 他现在先把你压住嘛 嗯 对不对 否则每个人讲 那那那那那麻烦就有点大 那问题来了 你看哦 其实在之前 蔡英文他们对军人很坏 嗯 非常的坏 那退役军人呢 就把你形容的跟猪狗不如 说你是米虫 嗯 把18%取消 把你的年金通通把他取消掉 然后现在可能要战争了 然后开始什么 18%要恢复了 哎 这个要恢复了 军人荣誉又好了 对啊 那那那你觉得这些军人会心甘情愿的为蔡英文上战场吗 那既然你都无法要求这些军人为你心甘情愿上战场 你又如何能够要求这些公务人员心甘情愿的服从你呢 嗯 为什么会这么认为说 大家好像人都是机器人一样 都没有思想 对啊 都没有荣誉感 对啊 都没有一个要被尊重 为什么会觉得好像大家就是 你以为大家都跟你一样是神风特工不对吗 对啊 因为他他认为他现在就是靠公权力用你们嘛 没有 但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那些公权力都假的啦 而且我讲 人命啦 靠大家都要保命啦 一个最实际的 你说哦现在军人他有因为天职 所以他必须要站到第一线 对 大家都想嘛 台湾基本上呢 我们要合理评估啦 嗯 台湾有可能赢吗 既然台湾赢的几率这么的小 那我干嘛要去冲第一线 我就不要去了 反正打完了我们也输了 我不去 我觉得抗命也没有事啊 就是调查员 如果这个话是真的 就是说中共打来怎么办 调查员说要投降 如果是真的 嗯 那其实表示说很多人心知 内心是这样的 他有这样的思想 对啊 而这个思想我必须说也不 奇怪 因为我们周到也碰过 很多基层的公务员会讲这个话 很正常 这人性 你故意当作不存在 等一下 你现在干嘛 你要念福经啦 你是入定了是不是 就告诉两位施主没有顿悟嘛 一心嘛 不是说穆义心不是讲那一套 穆乌义心 哎 种什么印得什么果 欲求未来果先看现在印 啊懂吗 这个民进党呢 他自己以前为了选票就斗争军功教嘛 那现在呢 哎要这个果报要来的时候呢 哎呀就不行要赶快用压的把它压住啊 否则这个时候突然就反了那怎么办呢 啊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施主啊要顿悟啊 一切都是因果 因果因果 所以改募兵制也是为了选票嘛 对啊 民进党当年也是支持募兵制 很支持啊 现在突然就变成说要搞到街道战 对啊 而且现在还突然加大这个征兵的range 对啊 他都一路以来的不符合的 所以 而且他不是反军的吗 他们就很讨厌 他现在支持军呢 他现在18%也给你了 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啊 我需要你们来保护我的落跑啊 哇真的是哦 这么好用哎 以前就是把你们军骂的烂狗军哦 对啊 就好像以前骂春华美国是流亡政府 对啊 然后现在跟你讲我是汉卫中华民国啊 看来每天跟你说我是汉卫中华民国 对啊 存乎一心啊 哇 存乎一心 那你怎么还没当选啊 你这么顿悟的 你怎么还不赶快去选上一个领导人 给我们看看 没办法 我们好快的既望都在你身上啊 林大元帅啊 攻入总统府啊 因为我们在这 你不要害他 我们在这违心开开玩笑可以的 但是呢 悟到不够深 出去做不到你知道吗 出去有人一跟你讲之后 你就开始跟他变起来了 就跟他争辩啊 就好像上回讲那个 什么八百不八百 害我又掉了好多粉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有一堆人就说我要取关啊 说你这样污蔑国民党 你怎么那么倒霉 每次 他这样就真的有取关吗 每次都是得罪的 我不知道啦 我其实不care你取不取关啦 你不要再讲 你这样讲会再掉粉啦 哎呀 你听钟哥的话啦 哎呦 真的是啊 就是这个 叫你报令千金出来 跟各位网友出来 say hello粉就回来了啦 修行不够你知道吗 只能在这讲讲 出了门讲不了 就一下就跟他 唯物主义起来了 就不能唯物 你要唯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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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妈妈咪啊 哎我看你想想看 如果联名正上 三轮节目 然后跟大家讲说 变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们唯乎一心啊 大家就 有啊他们就讲了 说我在那个雅虎讲话的时候 旁边几个来宾的脸都怪 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如何反应 好像听到一个外太空的话 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接 然后他们网友就奇怪了 我继续都是睁眼 为什么在台湾 好像是听到一个什么外太空的话 哎我们真的是怪人 其实我们在台湾 我们是怪人啊 你们怎么没有这种自觉呢 我们都怪人 尤其没办法 江南七怪 野里山怪 那种抗战又特别是那种蓝的 那种很敏感的神经你知道吗 有什么好敏感啊 那是他们的瑰宝你知道吗 就是这是我们国民党的credit 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污蔑蒋总统的抗战呢 对啊抗战我们国民党打的 我心想说 我只是评论一下 800这部电影也不行啊 因为你骂国民党 你那天有骂国民党吗 不是我只说这部电影在骂国民党啊 这样也不行 因为他没有骂国民党啊 他有啊他是在骂啊 哈哈哈哈 对 哎呦你们真的是 我要特别声明一下 我刚刚说林元帅 攻入总统府 并不是说真的要林明正去什么起义 我是说林明正有机会去选领导人 我们常常讲嘛 进攻总统府 攻入总统府指的是选战 民进党每次都跟你讲起义啊 对啊你们自己也常常讲革命啊 对啊革命啊 当我们独裁成为现实革命就是义务啊 对啊 但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 我们讲话要很小心 就是双标嘛 我们要自争拒主 本来就老双标 反双标嘛 他不要再讲了啦 这个这个知道就好了存乎一心啦 哦弥陀佛 以后我们改开宗教节目 哈哈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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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知之呵呵论统一 对和平统一其实也是劝人向善嘛 这样我们就不会有风险啊 我们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不要杀山 一切存乎一息 阿密陀佛 你叫我們沐浴啊 下回節目叫 一聲這樣 你這樣應該有大沐浴吧 你叫我們大沐浴吧 你不要這樣等下都說那個 我們會變成那個什麼宗教節目 說不定我們這樣可以進入一百多台 本節目由蓬萊先生寬明 我們這樣說不定可以重辦 這樣說不定可以進入電視台 以宗教名義去申請 可以可以一百多台嘛 假的業障咒 我每天講統一真經嘛 對對對 那這是一個宗教 你信他就是真的 你不信那就隨便嘛 隨便嘛 輪子都是運動團體了 對對對 那我們也可以當宗教團體 跟你先統一教啊 你看到了就是嘛 看不到就算了 對啊 那楊世光就在你身邊 他還活著 楊世光在那兒啊 存乎一息 活著的人可以分身 你沒有看過宋七利嗎 你不要亂講那個 我們的代表是他的信徒 誰啊 那個啊 謝長廷呢 謝長廷是 謝長廷他的信徒 對啊他公開的啊 他有什麼聊天 我爸都是啊 我真的啊 我爸信啊 那他有看到 分身嗎 我不知道 那他說有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也看到了 楊世光的分身啊 哈哈哈哈 楊世光與你同在 阿妹 他一直在 他現在在摸那個蘇衡的肩膀耶 真的 楊世光是基督徒 不要亂講 他在耶 他現在在耶 他不是耶穌 He's com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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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aaa He He's coming